1月17日,香港特区政府金融管理局发布了《银行业2019年回顾数据与2020年的工作重点》 香港金管局副总裁阮国恒指,香港银行营运能力表现良好,没有受到社会暴力事件太大影响 2019年银行体系整体贷款增长6.7%,较2018年的4.4%加快 内地相关贷款增长8.8%,2018年增幅为1.5%,而住宅按揭贷款增长9.5%,较2018年的8.7%加快 香港银行业2019年首三季度税前盈利增长1.8%,而2018年的增幅高达19.4% 阮国恒表示,这是由于近期内外部环境不明朗,如全球的贸易摩擦,美国减息压缩了银行息差收入 以及香港社会持续不断的暴力事件所致,但总体来看香港银行体系十分稳健,在国际间名列前茅 我说2018年全年比2017年是上升了19%过外的,那年是比较高的,1.8%可能听下来是速度比较减慢了 但大家要明白,整体外部环境都非常不明朗 若果你将这些数字和全世界主要银行中心,主要金融市场里面的银行体系相比 你都会发现,我们的银行体系无论用什么指标去量度 我们的稳健程度都是处于全世界一些领先的位置 阮国恒也谈到,2018年香港有多间银行被暴力示威者毁坏严重 他呼吁市民应该和平理性表达意见 并表示金管局会和银行紧密合作,力争用最短时间修复设施 谈到2020年金管局工作重点,则是留意信贷、流动性及市场风险 以及注意洗黑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风险等管理工作 对银行来说,这些就是一个所谓操作上的风险 如果它设施受到破坏的时候,它可能提供给客户服务就会受到影响 我们都希望再次重申,希望大家表达意见的时候 都是以一个和平的方式去表达 就不要影响到银行客户使用银行服务的情况 金管局助理总裁陈景宏透露 2020年首季度,香港会有三至四间虚拟银行试营业 期间虚拟银行正如火如荼进行筹备工作 虚拟银行受到规模制约,规模较小 不会直接冲击银行业界 它呼吁银行业界不必过于担心